总书记来到我们吴良苏海 我的心情很激动 总书记一进这个船 就跟家人回了家一样 很随和 总书记在吴良苏海详细地询问了 吴良苏海的水质变化情况 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的情况 习总书记真是在牵挂着 内蒙古的一壶凉海 真是替我们的父老乡亲 我都感觉到自豪 以前我们的水就直接可以 捧起来就喝 直接饮用 97年以后 就慢慢慢慢逐渐就开始污染 零几年的时候是污染 就特别严重 那时候就达到了略物类水质 那水就有点像咱们酱油的颜色 弄得我们渔民也打不成鱼了 旅游也几乎到了瘫痪的地步 这后来国家提出要治理吴良苏海 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就把这个水一下就控制住了 现在的鱼也多了 鸟也多了 水也清了 真是我们又感觉到特别高兴 我们实际上这些年就是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胡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在乌良苏海流域做这个全要素的生态保护修复 我们乌良苏海治理的思路已经明晰了 同时现在也取得了一个相对明显的效果 那么下一步我们还是要按照总书记给我们批示的 还要久久围攻 努力地把这个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因为以前污染嘛 这个旅游一直就做不起了 经过这个水也好了 我们又慢慢挣了钱了 就修缮码头 更换船只 这个游客一年比年多了 人流带动资金流 把我们这个地方丢了是盘活了 我们作为土生土长大的人 我们作为这个乌良苏海的一份子 那我们要更加努力保护这个地方 热爱这个地方 使它越来越美 总书记这一次来到乌良苏海 一是增添了我们的信心 第二个是增加了我们的责任感 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地努力 把我们的乌良苏海 治理的天更蓝水更绿 鸟更多鱼更飞